在当今社会没有钱想要生存下去 就不能计较生活的品质 特别是在高消费的北上广谍圈 如果你没有钱还想活得好 很多人都会说你是春心妄想 不过一个中央美术学院大四的学生 通过假扮名媛的方式 完成了不花一分钱 在北京蹭吃蹭喝 白嫖21天的挑战 而且每天活得那是优雅 就像一个货真价实的名媛 这个奇葩挑战的主人公 就是邹雅琪 邹雅琪为什么要假扮名媛呢 在北京白嫖到21天 她又经历了什么呢 这一系列的操作 到底是行为艺术 还是占便宜无底线呢 本期解人物 带您一起认识这一位 神通广大的杨美甲名媛邹美琪 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解人物将为您带来 更多精彩人物故事 提起甲名媛 相信很多人还对 上海的名媛群记忆犹新 那些拼兮兮名媛 就连一条二手的奢侈品丝网 都几个人拼着穿 知名酒店的双人下午茶 六个人拼也是常规操作了 甲名媛群聊天内容的曝光 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 刷新了人们的参观 如果你觉得 上海名媛群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么北京央美的这位甲名媛 将再次刷新你的三观 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四学生 座亚琪开启了她的一个为期 21天的挑战 挑战内容就是通过甲扮明远的方式 在北京不花钱生活21天 在挑战开始之前 座亚琪对自己添置了一系列的装备 一个高仿的爱马仕包包 一个18块钱的假宝石戒指 还有两条高仿的奢侈品项链 还有一件看起来很高级的丝柔连鱼群 再加上以下化妆品 东西准备齐全就开始正式挑战了 座亚琪本身就是颜值在线很有气质 将甲名媛的形头仪上身 内鸣鸣味就有了 2021年的5月1号凌晨12点 座亚琪开始了自己的挑战 她先是到了学校附近的酒吧 通过免费帮忙三天的方式 跟酒吧老板达成了协议 换取了一张机票 老板还为她提供了往返机票的费用 在酒吧帮忙的这一几天 座亚琪每天就睡在酒吧的沙发上 拿到承诺的机票之后 就紧锣密鼓地前往下一站大型机场 她的名媛装扮也开始发挥作用了 座亚琪这几天的生活 可以说是给挑战来了一个预热 为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做筹备 机票拿到手了之后 你可能以为她是想在机场候机厅 解决自己的睡觉问题 那你可真的就是太低估这个小姑娘 想当名媛的野心了 她的一身名媛打扮 可不是为了惨兮兮的 睡后机打轻的 那怎么可能是名媛该有的待遇呢 座亚琪的目标是 头等舱休息室 但这个呀可不是想进就能够进的 座亚琪也早有准备了 到了机场之后 她并不是第一时间冲到了机场里 而是先在安检口外边转了一圈 对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又混进了母婴室 还在里边洗了澡 找到了一家连锁餐饮店 睡了一夜 5月4号 座亚琪正式进入了大型机场 拿着提前打印好的假的专属牌 路线娴熟的进入到了头等舱休息室 看起来就是一个经常在机场坐飞机的VIP会员 这个就是她应该享受的待遇 保安也没敢过问 在头等舱的休息室里 每天会有早中晚三次自助餐 座亚琪的一日三餐问题就这样轻松解决了 还打包了一些容易携带的食物 作为自己后续的筹备粮 爱马仕的包当然是装不下这么多的东西了 深暗明远之道的座亚琪 还找了一个借口 在奢侈品店里 跟店员蹭了一个价值20元钱的购物袋 接下来的这几天 座亚琪按照计划 到宜家和海底浪 那是蹭吃蹭住 在海底浪不仅没被怀疑 还得到了员工的关怀 还挺暖心的 穿着华丽的假苗园的邹雅琪 带着自己的假爱马仕的包包 在海底浪的等候区蹭起了零食和饮料 当有人问起的时候 他就说自己在等候朋友 但一直等到关店 他的朋友也没有来 你以为他的谎言被戳穿了 事实上 却是服务员就自觉的脑补了一场 他是被渣男放了鸽子的狗血桥段 还好心的送他仙女棒来安慰他 一朝吃遍天下 周亚琪依靠着同样的方式 蹭了三家的海底捞 光是仙女棒就得到了好几只 还有海底捞的店员 觉得他被朋友爽约非常的可怜 还给他盛了银耳莲子汤和汤圆 就这样 周亚琪在海底捞不仅是蹭吃蹭喝 还在座位上蹭睡 走的时候还拿了一堆的小零食 对于别人的热情招待 周亚琪的心里也发生着变化 他觉得自己的脸皮越来越厚了 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但是实验还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部分内容更加精彩 堪比电影大片啊 5月11号 周亚琪决定要求找一点刺激的 因为不能花钱 20公里的路全靠走的 足足啊 那是耗费了两天的时间 还磨掉了一双鞋底 周亚琪终于来到了自己的目的地 王府井的一家五星级的酒店 这里即将举行一场拍卖会的预展 他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邀请函 和一份图册 靠着假明媛的行头 成功混了进去 周亚琪一进展区 就被工作人员给围住了 并不是识破了他的身份 而是极力向他推荐价格高昂的翡翠镯子 还有价格高达60万的祖母绿戒指 最讽刺的是 周亚琪还试带了一下 跟他自己买的18块钱的假钻戒 戴在一起 工作人员也没看出来端倪 这个场景很像是电影 猫鼠游戏的经典桥段 周亚琪还光明正大的 在拍卖会的夜场吃点心 没有想到还遇到了一个过分殷勤的小宝安 不停地在给他送水血咖啡 同事多次阻拦 也拦不住小宝安对周亚琪的热情 在对方的纠缠之下 无奈给了对方自己的微信 小宝安可能是觉得周亚琪是真的明媛 自己棒上了他 那可就是逆天改命了 估计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费尽心思讨好的 竟然是一个假明媛 像是一出现实版的黑色幽默 充满了讽刺意味 最后的几天 周亚琪贪恋酒店旁边的沐浴房的舒适 于是连续三天去蹭 每一次都随便填写名字和房间号 第三次填写的时候 还填了一个动漫的角色 被工作人员查出来不对劲了 周亚琪贾明媛的身份就这样被识破了 但是他的表现也非常的淡定 不仅没有落荒而逃 还跟工作人员解释道 我没有穴上房 但是我想约会之前 洗个脸补个妆 可以吗 听到周亚琪提出的要求也不过分 工作人员也没有深究 不过周亚琪确实是很喜欢沐浴房的环境 21天的假明媛之旅也落下了帷幕 周亚琪回到了学校 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整理了出来 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 并取了一个很文艺的名字 叫《瞬间所有制》 还将自己的战利品展览出来 据周亚琪的介绍 自己的灵感来自给父亲买收视品名表 被销售塞了一堆小蛋糕 他萌生了一个想要办假明媛 试着可不可以靠着过剩的物资来生存 作品已经曝光 就引起了广泛的热议 他的假明媛的身份也引来了众多网友的质疑 觉得他能去收视品店买名表 给父亲做礼物 自己家的经济条件也不差 本身就非常有名媛气质了 才会这么成功的 网友说 周亚琪是扮假名媛的真名媛 靠娃式的身份 让他感受到了很大的非语 还有人对他的行为艺术表示支持 觉得确实可以给人们 带来社会资源倾向富人的反思 对于周亚琪在北京白嫖21天的行为 你觉得是成功的行为艺术吗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讨论 本期解人物到这里就结束了 长按小红星两秒是对解人物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